一九四六年冬 邪妻 子 游湖 有白鷹做白鷹 趁幸而来 尽幸而归 她是你什么人 卵生姐妹 卵生姐妹 记不记得 我曾经告诉过你 我只是半个异族 什么意思 难道你和白鷹 你们俩各自都是 你猜得没错 我跟白鷹 谁也不是真正的斯腾 我们都只是那个 叫斯腾的 一半 这怎么可能呢 你们俩根本就是两个人 又不是连体婴儿 就算是人格分裂的话 你们俩 人格分裂 大约有点类似吧 动物断了条腿 只会变全 我都会变全 但我不一样 我脱胎藤木 断枝亦可成因 大约每个人的心里 都有一个矛盾的小人 向东 又想向西 拿起 又想放下 因为做不到 因为这世上 从来就没有不负如来 不负轻的双全法 所以要克制 忍耐 内外煎熬 可能在这一点上 我们腾内真的更第一道吗 针锋相对到 无路可走的时候 没有什么顿无取舍 只是简单粗暴的 憨然分体 少颜宽跟你求婚 为什么不答应啊 嫁给少颜宽吧 不要再做异族 异族有什么好 被悬门追杀 被众人嫌恶 哪怕活个千年万年 也不如一世红尘 及时行乐 笑话 我们和人本就天定殊途 学什么谈情说爱 再说了 少颜宽究竟是个什么人 苍城山现行那一次 看得还不够清楚吗 如今几句天言蜜语 就让你迷了心心 昏了头了 我相信 他这次对我一定是真心的 再说了 老话不都说了吗 只献鸳鸯 不献仙 他乃是明显的已有所图的趋翼逢迎 哪里来的半点阵线 嫁给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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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坝 好 好 哥哥 真是 2 2 2 3 4 5 5 6 7 8 救命 寺宾 苏彤小姐 苏彤小姐 我能进来吗 齐开门吧 苏彤小姐 就刚和你聊天那女的 到山底下喊了几个村民 拿担架把这男的抬走了 说是要送到医院去 你进来就是要跟我说这个 不是 我 你一个人在外边太无聊了 我进来和你们一起吧 我 我添把柴 那你们分离了之后 接下来呢 怎么样啊 个体一分为二 每个半体的力量在急速衰减 寿命也会和人一样 只有区区几十 容貌也会逐渐老朽 分体对于我们而言 大概就像是你们的绝症吧 解决这个绝症的方法是什么 最好的方法 当然是马上重新合体 否则的话 只能两相相对 武力毁灭异己的一方 重新收回力量 我愿意做出让步 跟白银和谈 谁知道他怎么说也说不通 他觉得尚颜宽明明知道他不是人类 还跟他求婚 是因为爱他爱到无法自拔 更加印证了尚颜宽 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好男人 我只好亲自出马 暗中跟茶少爷关 证明白银是错的 你可是好些日子没来了 还以为你把人家忘了呢 这不是最近忙吗 忙什么 忙着大费周章 和夕园自立的姑娘求婚 你这儿吃醋了 死童 你不懂感情 为了他 我可以放弃一切 可他怎么会这样 你以为你一头奔过去的 是一世良人 终身可赴 但其实呢 你给我点时间 让我再考虑考虑 好 你慢慢想 只不过 怕是你想破了脑袋 也难把复兴人 变成痴情郎君吧 好 你来了 告诉我吧 你的决定是什么 你先听我说 这几天啊 我仔细地想了又想 颜宽 她不过只是一时糊涂 色迷了心窍 当时对那个女人说的那些话 不过只是逢场作戏 当不得真的 颜宽还跟我说了 她跟那个原配 纯粹只是父母之命 毫无半分感情 我才是她真正深爱着的人 她会光明正大的娶我过门 该有的规矩都会有 不会让我受半点委屈的 这种鬼话你都信 我当然信了 颜宽之前的种种 只是因为还没有遇到我 待我到她身边之后 与她日夜厮守 还怕她对我不会一心一意吗 够了 我到这儿来不是要听你说这些 这么说 你是铁心如此 我们已经没得谈了 你说呢 既然如此 看来得让你绝了这念想才行 你要做什么 我劝不动你 那就只好去找那个 让你动了烦心的人 都能帮她 你怎么能想参加 你得过 你不愿意 你得到我 你不愿意 你争取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我愿意 原来 你是死在白银手上的 那个时候 我怎么也想不到 会被你给杀了 其实到现在 我也依然想不通 我心无杂念 一心一意做一足 想拉你回头 于情于理 我都应该是赢的那个 而且无论从哪个方面 都应该是你更强 白银爱上了邵盈宽 就是他的软肋 可是为什么还是白银最强呢 白银强就白银强呗 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事情 都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就好比有人天生长得帅 有人天生丑 是一个道理 何必纠结呢 后来呢 后来 之后发生的事情 我虽然没有亲眼所见 可是心里 却已经有了一个 大体清晰的轮廓 部分来自贾桂枝 刚才的讲述 部分是由这些日子 零零碎碎发现的残片 拼接而成 这些天发生的事情 你有很多都不明白的地方吧 没事 我现在有的是世界 我可以慢慢说给你听 从哪说起呢 对了 就从白银小姐说起吧 白银小姐说起吧 你说这小姐 这么巧啊 大晚上来这儿啊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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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我 我叫甲三 甲州排行第三 甲三啊 是是是 把头抬起来 哥 想活吗 想 想 想活 你要是听话的话 就用不着受这份罪 我听 我听 我 我什么都听你的 什么都听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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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帮我办件事情吧 带着这句尸首 举家搬迁 搬 搬迁 搬哪儿啊 达纳 然后把这句尸首好好地安葬 你要世世代代守着她 你到了那儿以后就住下来 然后寄一封信给我 告诉我你的地址 把信寄到文妙路的少公馆 记住了 记住了 把她带到达纳 然后告诉你地址 然后再 再听你的吩咐 寄到少公馆的那封信 收件人写白衣 看着我 记住了 我叫白衣 记住了 记住 记住了白衣小姐 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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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忙